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你喜欢 便秘这件事虽然不是个大事 但是呢,它给生活带来的影响却不小 相信被便秘困扰的朋友们都是深有体会的 我有一位60多岁的阿姨,认识了很多年了 半个月之前呢,见到她 阿姨就非常苦恼的跟我说 最近这一两年啊,她排便都很困难 有的时候四五天才能排便一次 口臭太严重了 家里的小孩都不愿意接近她 那我当场就教她做了拍打大肠经的方法 阿姨当时呢,也是半信半疑 但是回去坚持了几天之后 昨天呢,阿姨就给我打电话 说她连续拍打到第七天的时候 排便就开始规律了 到现在呢,十五天了 感觉肚子非常的轻松 而且家里人都说她脸色变好了 嘴巴也不臭了 她觉得是太高兴了 俗话说呢,长中无渣,面如桃花 有事没事啊,我们都应该拍一拍大肠经 长中没有垃圾,身体没有不素 就不会出现长痘啊,口臭啊,牙痛这些问题 下面呢,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拍大肠经的正确方法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大肠经 大肠经从食指的指尖上 往上走,走到肩膀的这一段呢 就是我们需要拍打的这一段地方 它的寻定方向是从手指到肩膀的 那我们在拍打的时候呢 你可以从上往下拍到手指 然后再从下往上来回的拍打 但是对于经常牙痛上骨 以及鼻子鼓高的人来说 我们从肩膀往手指的方向 从上往下这样去拍打 效果更好 拍打的方法呢 是我们从肩膀照应着食指的这条线 从上往下去拍 从肩膀往手指的方向 重复的去拍 左右手各拍三分钟 你在每天早上的五点钟到七点钟去拍 是最好的 这个时候能够激发大肠的精气 帮助早上的排便 但是也不是说只能这个时间段拍 在其他的时间去拍啊 也是可以的 这其中呢 还有你几个需要重点去照顾的地方 也就是我们这条大肠筋上 非常容易出现堵塞的地方 第一个点是手无理 手无理 首先我们把自己的一条手臂啊 曲起来 手臂夹紧 然后呢 这里有一条我们的肘红纹的纹头 在你纹头处往手臂上量四横指 这个地方就是叫做手无理 你可以用手去点按一下 很多人一按呢 就非常的疼 你可以用中指的指关节去敲打一下 找到一个最疼的点 好多人呢 会疼得受不了 然后我们可以重点在这里去拍一拍 还有手三里 手三里就是在这个蚊头往下量三横指 这个地方 一样的 大家去敲一敲 看一看是不是很痛 找到地方之后呢 这两个位置都是需要你重点去拍打的 我们只需要在整条经络拍打之后啊 重点的去 在这两个点上 痛点上去敲打一下就可以 数量可以敲打50到100次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去定 那你大概敲打三到五天之后啊 这个痛感会逐渐的减轻 甚至是消失 这个时候就不用再敲打痛点了 我们只坚持整条经络的敲打就可以了 整条大肠经通畅了 那么我们的排便功能啊 自然就会恢复正常 其实不光是便秘的人 像平常经常腹泻 肚子经常咕噜咕噜响 这种人群呢 也是可以拍打大肠经的 肠道一松 浑身轻松 因为每个人身体的反应都不一样 所以呢 有的人可能拍打一次 第二天就有反应 有的人呢 可能需要坚持几天才行 肠道通常不仅会让你面色变好 它也是我们常设的基础 当肠道里堆积的废物及时排出之后啊 身体的血液脏脂气体都会得到净化 身体呢也会更健康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健康管理师李晓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一定要点赞收藏起来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再见